中共宣傳部主管的後襲強國APP 再爆詐騙醜聞 目標是針對單身女子 被騙金額高達幾十萬至上百萬 這款中共用於政治宣傳的軟件 在大陸各地被廣泛強制使用 之前出現過多起詐騙事件 近來針對單身女子的詐騙行為實施者 都自稱是中共軍人或公務員 學習強國APP在2019年初上線 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管 主要內容是習近平的言論 迅速成為大陸下載量最高的APP 當時BBC中文網引述網友的話說 這款應用太過虧於形式 並且內容空洞、浪費時間 純粹是政治任務 一位山東網友說 每天必須取得66分 根據他發布的學習記錄截圖 這個大約需要2小時 今年4月24日 市村省南沖市公安局 在官方微博發公告稱 詐騙分子利用實名註冊 取得他人信任後 誘導平台內的好友 參與偽造的投資或賭博 受害人發覺受騙後 就會立即被抓 但公告也沒有說明行騙者的身份常情 時評人吳戒昇曾在聯合新聞網發表文章表示 中國的新聞工作者、公務員、國企員工、公立學校教師 中共黨員都必須下載學習強國 這個玩死人的數位版無語錄 好像大型無出來的大規模政治洗腦和惡搞 令很多中國民眾不堪其妖 卻感怒不敢言 另外根據開放科技基金會 OBANTECFAN 和德國資安公司CORID-53的一項合作研究發現 學習強國暗藏監控的超級後門 被中共當局可以監看高達上億的用戶資料 吳戒昇表示 這種暴露中國嚴重不安 和亡國感的創新探索 也正是中共紀委監控極權的一大見證 為毒風了 千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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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аб哭概概 beetle 酷提供噓